人在恋爱中都是贪婪的 总希望有很多的选择在身边 在身边时觉得理所当然 到失去了才敬绝自己的依赖 我觉得我自己的爱情观念 我真的是希望平凡且踏实 我觉得李佩如这个角色实在是过得太辛苦了 一个女生这样子去追寻一个不可能 或者是不是你的东西 以前的她对爱情的想法可能是 觉得男人可能都没有什么好东西 对她好只是说想跟她睡觉或怎么样 你们男人每次谈声音都这样 大口大口 败我很久 为什么谈个恋爱 为什么拍个电影谈个恋爱要那么的纠结 就是那个心啊 非常的空然后很痛 就是这么一个香港女孩到了北京 她一个警察认识了 然后她们两个人之间互相有爱美 互相有好感 方振东 你是警察 我叫你来是叫他们滚蛋 一开始两个人的相遇 经过了很多波扯之后 终于可以在一起的时候 发现方振东她身体上有痴呆症 在这个当下 李佩如怎么跟方振东一起去生活 然后怎么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打击 可能多模糊掉眼睛 但是我要协助人间追悲 走 走 大家这样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可是现今社会上有很多这样子的家庭 在社会上生存着 我觉得真正的美丽人生不在于你有多么的红红烈烈 多么的荣华富贵 而是在于说你自己的心里头 是不是觉得很富有 其实幸福原来可能就在你旁边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自己未来的美丽人生